桃園縣平鎮高中 新北市古堡家鄉 高雄市高雲工商等輕棒陣旅 經過高中聯賽木棒組 三階段的激烈交鋒 一路挺進了十二強 今天在教育部體育署舉辦了籌籤儀式 曾經四度稱霸 奪冠數最多的古堡家鄉 上屆比賽僅得到第六名 這回捲土重來 目標只有一個 籌返榮耀 這次的其實投手陣容吧 因為以四個高山的為主 然後林欣姐 這次的賽事也都表現得很好 速度也都有投出來 來到一百五了 所以我相信我對我們的投手 是很有信心的 古堡家鄉期待能重返 久違兩年的王座 但其他十一支隊伍 同樣虎視眈眈 尤其是英哥工商 成軍短短七年 除了在二零六 黑豹期得到第四名 如今的高中聯賽 前三階段九戰全勝 正宗擁有U18資歷的內好手 劉志榮 對大家一路以來的表現 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有嚇到 怎麼說 就以前就學長們的成績 都打得還不錯 然後我們就想說 就是能讓成績再往前一點 希望能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然後帶著下面的學弟這樣 高中聯賽木棒組 第四階段賽事將在嘉義市 以及道江科大棒球場進行 最後四場決賽 未來體育台也會提供轉播服務 一起來欣賞 台灣春季甲子園的魅力 我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總共會發生 全局在喳嚇 好 早 早 早